最近在中东地区,有很多装甲车辆遭受空中攻击,其受损数量已经高达30多辆,其中一轮式装甲运兵车和装甲吉普车为主。 这种空中攻击极为隐蔽和精准,从装甲车的顶部装甲最薄弱部位垂次攻击,攻击极为精确,攻击目标为运兵装甲车,就连斯特莱克轮式装甲车都被攻击, 造成人员伤亡,后来查明,这是用了新武器,中国的民用型大将无人机,大将为四螺旋翼电动力无人机,其载重能力,飞行稳定性,飞行速度的总和性能,为全球最好的电动螺旋无人机,就连美军都把批量进口。 在今年中上旬就有人提出大将无人机可以用于一线作战,其稳定系统可以承受冲锋枪的后座力, 最重能力可以装在100MP5、MP7及38子弹。 将其摄像头改装作为秒转系统,在这次中东地区使用的大将估计,也是总结了执一理论,将安装的枪鞋变成了触发炸弹,同时在炸弹上装了稳定系统,羽毛或小型降落伞,控制掉落稳定性。 将下部的摄像头稍微改动可以不用改动,就成为了电子导航或秒准系统。 这种无人机一头入战场,就展现出了巨大威力,体型小,贴地飞行2米以下,飞行速度快等等优点。 除了丢炸弹外还可以自身撞击,操作技术好的,可以让它在车底爆炸,装甲车吉普车底盘高,战货十分协助, 40天不到就已经摧毁了各种装甲运兵车30多辆,就连最现代化斯特莱克,都被炸出一个大洞,造成人员伤亡。 而且这种无人机体积过小,机动能力好,攻击突然性强,防空机枪对其没有多少杀伤力。 防空导弹无法锁定无人机比防空导弹体积都小,最低飞行高度低过导弹最最低攻击高度, 一时间拿这种无人机完全没有办法,只有起导子弹打准一点。 不久前提出改进独刺防空导弹的大小和推进系统以进行攻击, 但是再怎么改独刺,到最小攻击距离和最低攻击距离都无法改到30米内, 攻击和离地两米高度内攻击这个标准。 其最后希望就是反无人机干扰器,快点装备部队,进行信号干扰防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